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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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Hong Kong Air Station的 Ossi Hong Kong Air節目 我今天邀請到《蘋果日報》的員工 Anson來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看到前幾天《蘋果日報》 《英文版》的主管《路風》被捕了 《蘋果日報》又發生了這麼多事了 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人 有沒有擔心過自己的安危? 如果完全不是說沒有 就都是在騙大家的了 但是很實在的就是 不知道怎麼去評估那個風險 那因為 我想我們其實有些的困難 包括我們掌握的資訊其實是有限的 我們不知道那個所謂的打擊面 其實是有多闊 究竟去到《金鑽》的案件的情況來看 就關乎一些文章 包括可能是一些報導 或者是一些評審 那麼多這些文章其實是牽涉在內 其實我們是完全沒有那個資訊在那裡 所以你就很難去評估 但是你又看到那個事態形勢的發展 包括陸續仍然有一些同事被捕 而我都相信他們是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理論上我們都是在做一些新聞報導的處理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作為一個 自己都是一個記者 很難想像得到自己過去做的這些事 或者同事做的這些事 是和一個違法的行為 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回到剛才你的問題就是 一方面覺得自己可能是一定的風險 但其實實在是評估不到這個風險 那個感受就是 你上班就必然會提心吊膽 跟家人或者家人的朋友 知道你繼續上班都為你去擔心 那現在你自己看到陸續有一些同事 就是在出境的時候被捕 那你自己家人看到 你自己家人又怎麼看呢 就是我自己知道 就是很多人都會擔心這件事 我猜大家實在只會一方面覺得震驚 同時間很老實 我想大家還沒完全消化到這些事件 因為雖然知道這個有《蘋果日報》 我們突然之間有一些同事被捕 那些高層被捕 那些上司被捕 那些公司整間沒有了 我都沒有了份工 所以嚴格上言而言 我現在應該是《蘋果日報》的前員工 那整件事其實是在一個多星期之內發生了 那大家也覺得很不真實 那所以見到有另一個前同事 他好像是打算離境的時候被捕 都令家人和我都在很短暫的討論過的 就是是不是走其實都不安全 但是很坦白 我就沒有這個離開香港的打算的 那原因是 這個東西甚至乎是重的 不在我的考慮之內 因為始終這個是自己生活的地方 那我真的覺得自己是有機會 牽涉進去被指違法的行為裡面 但是那條紅線不是我們畫的 那所以不過 既然自己不打算離開 就不想這麼多事情了 那繼續希望有機會在香港做傳媒的工作 和香港人同行 那Anson也很高興你上來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Jordan 不好意思 你還沒介紹自己 那是的 剛剛昨晚也看到我們有一個 你好你好 前編輯 就是盧峰 她的筆名是馮偉哥 她也是在機場裡被人接查 被人抓了 其實都很痛心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執筆 是負責去寫文章 也看到會是這樣被人在機場裡 因為國安法 什麼 牽涉國外境外勢力 而被人抓 其實都很震驚 很驚訝 那你會不會有 即是看到黎智英被人抓的時候 有沒有預計到會有這樣的封管 或者是凍結了整個《蘋果》 那一傳媒資產的一天 這樣去預計到會有這樣的一天呢? 我猜沒有什麼人預計過事情是這樣的發展 甚至乎當天拘捕老闆阿慧珊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同樣很意外的 我會和同事之間有時候這樣說 如果大家認識一傳媒 都知道一傳媒的經營 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厲害 或者賺很多錢每一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近年的一傳媒 是它有虧損 它每個月的經營 其實好像要說黎智英自己貼錢下來 去支持住這樣 所以我們說笑就是 如果真的有什麼收外國錢 就是那些左門 經常這樣去罵這個一傳媒 罵這個黎智英的 那經營就不用這麼苦惱了 是不是? 我們都需要面對有時候 或者公司內部要剪資源等等問題 就是因為虧錢 所以我們在裡面 知道內情的人 或者知道實際公司應運的情況的人 就會明白 嘩 這些所謂建構 這些人的指控好像沒有什麼根據 那你說如果是要套 套建和利益的話 那為什麼呢? 但是阿麗珊自己不知道 因為他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不會百分百丈 但是回到我們同事的層面 那自己一直是 作為一個蘋果日報的前記者 很清楚知道我們內部去處理新聞的時候 然後我們所持守住的界線是什麼 所以我想沒有想像過 將這個延伸面 發展到下去 就是傳媒工作者 記者的層面 一些編輯的層面 所以回到你的問題 我們沒有想過的 我想大部分同時都沒有想過 我們最多會認為自己都有機會有風險 我們同事或者上司都有預計過自己有風險 但是那個風險是 你預計那件事有風險 所以會更加小心去做 是的 我們的偏作 就是亂來 所以你實際上也看到 蘋果日報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我們做一些新聞的選材 我們行民的處理 題材上面的處理等等 其實都有作出一些調整 這個調整就是為了我們要滿足 或者我們相信我們不會去 越過了新生效的國安法的那條的界線 但是內閣 就是 似乎事情不完全是我們自己去決定和掌握的 那你見到 有不同的 甚至乎包括建制派 主要是建制派的一些的人 去做一些回應的時候 都說到 原來他們是可以將 《蘋果日報》 改寫過定義 《蘋果日報》我相信在全世界 大部分的地方 都視乎《蘋果日報》是新的 但是定了政治組織的時候 於是就將 在《蘋果日報》下面做的新聞報道 一些正常的新聞報道 都可以把它定義為 其實我們都不是在做新聞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那已經不是一個邏輯的討論 嗯 因為其實都看到 黎智英 我看到 我早前看他 早在1995年做的 有一個BBC的訪問 他都說到自己是 即是他永遠都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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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遠都會是對著講 即是和政府 他永遠都會有一個 反對的意見 他很想就是 維持到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這件事 所以他才創立了《蘋果日報》這件事 所以才看到其實 他一直以來做的事情 都是想在香港的社會上 有不同的聲音 去維持香港有的民主自由 去公平公正地做新聞傳媒 做第四權的作用去監察政府 但是其實看到《蘋果日報》去做的 除了是一些很政治的事情 距離上路 亦都是做很多例如 飲食男女、《壹傳媒》等等 就是預錄的新聞 其實都是很多樣化的 既然你們都有這樣的風險的時候 有什麼原因 真的讓你們自己會繼續留在這裏呢? 就是當初看到黎珊被拘捕的那一刻之後 為什麼會繼續堅持呢? 嗯... 你剛才說到黎珊當年的訪問 因為我自己也有看過他早年的故事 所以說實在呢 其實不要說黎珊或者《壹傳媒》啦 本身作為一個journalist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trouble maker來的啦 這件事我相信不應該是 《壹傳媒》工作者被標籤上去的 就是本身任何的 《壹傳媒》工作者本身就是一個trouble maker 本身我們就是要很多時候跟政府對著幹 但是我又要講句公道說話 就是自己過去到現在 就是在《壹傳媒》這個機構裡面 包括不同的公司下面 工作的經驗是告訴我 我們又不會是為了對著幹而對著幹 就是我們不會為了無理取鬧而無理取鬧的 就是我們的鬧我們的那個對著幹 不是必然有一個合理可以說服人 說服自己的一些理據出來的 就是會是報導真相去持平 這個機構是一個的肯定來的 而這個肯定正正就是 回到剛才你第二個問題所講 就是為什麼會繼續決定留下 當然也評估過風險的 就是你說如果那個政府是announce了 那個政權是announce了 只要繼續留在這個地方裡面工作的人 都可能要立刻坐牢 或者是一個很嚴重的效果 那我都應該有很大的掙扎猶豔 可能甚至乎我都會縮的 我都會退 我都會噴 我都會怕 我都會走 但是當下我想大家仍然相信在香港 是絕對有一個空間給大家 在一個新聞機構裡面 繼續做一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嗯 我覺得只是這個理由已經足夠令我 雖然大部分同事留下 我們其實都是繼續想做好我們的工作 所以事態到後期的發展 就已經不是我們的控制或者預計 嗯 因為都好像很困難 眾多無奈 多不願意接受都好 我們都是被動的 就正如我現在的人工一樣 都是被動來 不知道怎麼處理 有東西想寄回香港 3元一磅問去哪裡找 你沒聽錯 用BuyShip速遞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門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還可以速遞去中國 東南亞 澳洲 英國等地 有東西要寄 就來感受中華找BuyShip啦 全城抗疫期间 在家千日好 比我最大的启发 就是家屋越大越好 在厅可以跑步 背景直接可以踢球 那种感觉好像从获自由 但现在的趋势 大屋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 越来越矜贵 今天地产铁三角的专身 就介绍一间 抵食夹大件的大大屋 不如由它 带大家去看看 那我们就带大家看看 这间由First View Home所见的 6154尺磨得空 差不多 这间位于九阶一家 Bloomington First View Home的Castlewood楼花 卖点是地大大屋大大 住宅都心情开朗 占地面积由3万到4万平方尺可供选择 由232万2705平方尺 到300万6154平方尺杯香树林 2022年3月收留 第二期共36套 现在最后8套 最后8套 有兴趣的朋友 快点叫Johnson 他有很多漂亮的收尾 为于感受中华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过50款名牌轮圈和车胎 以供选择 为庆祝17周年 现在提供200套轮圈套装 以特价优惠同路人 发短信去416-709-8651查询 Signal或WhatsApp都可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学教室的Ted 拥有超过13年的签证审批经验 如果你对移民加拿大的资讯 又或者最新政策有任何移民 都很欢迎来到我们的website 又或者直接电邮给我 把握时机 下个成功移民的可能就是你 就是好像你们有一次员工大会 就是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张建宏先生 就召开这个员工大会 我记得陈辉敏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今天决定留在这里的员工 其实都是一个政治决定 其实是有什么的信念 令你或者你的同事 他决定都留在公司那段时间 我自己其实不是想得太复杂的 我觉得香港继续需要 《蘋果报》这份报纸 你原来是要记者 有什么传媒工作者在里面去做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到这一刻都因为很想继续 以《蘋果报》的记者身份 继续和香港人同行 所以就决定留下了 不过很少的地方就是 那个员工大会 我是没有参与的 因为我是放假的 所以我其实小开 可能听完有其他一些的考虑 我不知道 不会有遇过 但是 我相信就算 甚至是 我参与了那个月工大会 我想 只会更坚定 留下的勇气 那虽然 我刚才那个说法就是政治决定 但其实我们 我们真的不是做一些 真正的政治决定的事情 其实真的是一个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你只要想继续在自己的崗位里面尽忠职守 我相信 都是应该会做同样的决定的 嗯 那当然了 我这个时候的决定离开的同时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个人面对着的抉择 背后的理由是真的不同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空 这个时代的里面 所以 我相信离开的同事也好 留下的同事也好 都是 希望 苹果日报 也都相信苹果日报 无论如何都是继续 做一个专业的新闻报道 Anson 我想问 是 收到公司通知 这一天是最后一天的 苹果日报 要回去砌板 回去寫稿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去回公司 还有 在路途中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啊 其实整件事是很超现实的 因为 你在内部都知道 虽然和华平台部 经营不善 直到市前 但是它实在是 一家 这些集团是存在着的公司 就是有整座大楼在里面 每一样的各个部组运作是很顺畅 也有近千日的一间公司才聘请 那 那 所有事情是很理所当然的 就是 告诉你 最后一天出版了 那你已经觉得所有事情是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其实想象不到 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 但是同时就会紧张的 紧张的原因就是 你知道 在这个手托上的工作很多 你其实没有足够的把握 是不是可以在值日之内完成得到 那跟以前平日不同 我今天做不完的事情 就可能明天做 就算我们有时 新闻要处理的题材 我即日写不了 我都可能和我的上司说 不如押后一天 不如写着 我先去哪一天 但是你知道那天是没有第二天 只是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一定是要那天做 那如果你做不完的事情 你出不了的话 就以后都出不了 就是那件事情 是没有机会被讀者去看到 那所以 那个紧张感是来自这件事情 那你说 会不会有很多伤感的情绪 必然会有的 但是很快你就要收起伤感情绪 因为你知道你一定要用最专业的态度 最专业的那个状态去应付了 直到当日报纸出版之前的工作的冲刺 这件事很容易 Anson 其实《苹果日报》被迫劫劫 这件新闻 其实在外国可以说是震惊国际的 其实我可以说 最令外国传媒震惊的就是 就是看到最后一天《苹果大楼》外面的画面 以及在街上的人排长路去抢购《苹果日报》 因为很多这里的新闻记者都知道 我曾经派服务《壹传媒》 他们有时都会打电话来问我们 问我的回应 他们同样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苹果日报》对于香港人是代表了什么 那失去了《苹果日报》呢 其实就是代表失去了什么 这些是一个common的问题 那我想同样的问题问你 你自己去怎么回答这条问题 《苹果日报》就 其实在香港近年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 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就是本身《苹果日报》就是在回归之前创刊的嘛 那目的就是其实让香港人对于香港的回归 可以回复一些信心 听起来这个目的很建制啊 是不是 就是好像建制派 趁中的传媒才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你看回早年的《苹果日报》呢 它是都会描述着中国的那个《光武升平》啊 大家都是对于未来是抱有一些的希望和想象 那2003年啦 接着去到可能2010年的时候 就是香港就出现了反高铁的那个运动 2014年的雨傘运动占中 以至到2019年我们那个反修例运动等等啦 《苹果日报》必然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去 盛載很多一些意见反对的声音的 就是一些政府或者政权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呢 必然是最频繁地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出现的 也都可以因为这样子 《苹果日报》是被标签了 做这个立场的报章 但是我仍然相信一个 《苹果日报》应该是被容许和接纳的 但是我都可以想象到的 到今天我们的特区政府仍然是讲的 是跟这些言论自由、新聞自由无关 是跟一些法律是有关的 因为你違法的 但是我相信 正如令到很多国际会震惊的画面 那些人很支持买《苹果日报》 买了185万份的《苹果日报》 香港人就已经用了这个态度 去遷就着刚才那个问题 究竟《苹果日报》之死 跟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没有关系 他们已经用了这个行动去表态 那我们失去了什么呢? 就是失去了这些自由的空间 例如我自己也有下去 看看那些人排队买报纸 那看到有些其他的行家 在拍一些人买报纸的时候 然后有些人会说 你不要拍我 我说是比较敏感 公司不喜欢 那一下其实都很震撼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香港 你买一份报纸 你会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的呢? 你说这个是不是还有自由在里面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绝对自由的空间呢? 或者早前也有新闻说 有一个老师在香港 他就是帮其他同事买《苹果日报》 接着给其他同事 那结果他就被 他的上司、学校的管理方面 就有一些的懲處在里面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原来 一份报纸的传递 他就会变成一个不可被接受的行为呢? 那其实这些事件已经再反映了 就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收窄了 甚至乎可能已经说了 还有没有可以打一个问号在里面 那我都会想在未来究竟还有 有很多这些所谓的意见的声音 小众的声音继续去发声 因为其实有今天的《苹果日报》 同样就自然有其他传媒 它需要有这些忧虑在里面 事实上也都看到这个忧虑 或者我们形容为寒蝉效应 其实实在是这样的发生 这些事情是我们建立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就是我们香港这个地方 那个自由的空间 或者被国际都视为一个有自由的地方 是花了数十年计的时间 慢慢去建立出来的 但是原来就可以在一星期之内 就可以被这样摧毁了 Anson 我们看到了 《苹果》一结业之后 很迅速地将所有的文章落架 影片落架 现在刚刚我们 这个星期我们都知道 《纳巢新聞》 将他们之前的评论员文章 也都全部落架了 那你觉得 未来这些媒体 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呢? 我不想去估计的 因为似乎估得 就是一个比较 很负面的状况 我不希望这个 估计在我口中出现 但是不乐观的 不过在不乐观的里面 我相信路是 不会因为这样 就行人宗旨的 我所谓的路就是 香港仍然需要 香港人仍然需要传媒 或者仍然需要 负责任、尊业 与香港人同行的 这些传媒继续存在 所以 可能没有一些大平台 但是又会令一些小的平台兴起 但是小的都有机会 一些个人的平台的出现 但是都会遇上打击的了 那可能不是一个 而是十个 甚至是一百个 不知道会不会是一条 这样的路 但是 我相信 未来有一段日子 都不乐观的 但是我想说 虽然苹果日报的 那个网页 网站 很短时间之内 是shake down 了 不过大家其实 都可以放心的 那些文章东西 不是被按了 按键 全部delete 应该在内部 其实是有archive 这个archive 可不可以继续保留 以至到 将来有机会 重建天日幾天 就不知道 前者是有风险的 是否真的可以继续保留 那后者就是一个期待 只希望有机会 有重建天日幾天 但是大家不需要 在这一刻太担心 就是说 哎 那些文章 全部没有了 其实不是的 不是真的没有了 只不过可能是 基于 行政上 以至到一些 法律的原因 所以就 不能够再公开了 似乎那个安排是这样的 这样 有东西想寄回香港 3元一磅 问去哪里找 你没听错 用dashhip速递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门手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还可以速递去 中国 东南亚 澳洲 英国等地 有东西要记 就来感受中华 找拜训啦 哇 香港台connect了 香港加拿大美国 澳洲英国 意大利日本 外类署 罗马尼亚 凭寨澳門的香港人 我们要香港人主场 所以 要尽快下载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将网址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 Scrumgee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 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 Johnson Rascal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装饰工程 Buy 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OOP 益菌订装保湿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 TEDSIR Engie 正太保险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新思科 西瓦省 Elene Joan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场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嗯 嗯 我們 見到其實很多人做了 backup 很多東西都是一些 drive 到一些文章 或者是不同的相片啊 影片啊 都有人做 backup 是保存的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比下一代的後人去看回 原來是有一些中肯持平的報道 都是非常記錄低一個真實的歷史 但是問題是我們看到很多人說 蘋果是一個很快很有用 很有效的一個媒體 就是現在沒有了蘋果 就好像沒有了很多資訊的流通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 就算有立場 或者其他獨立媒體 在這裏 他們那個喘息的空間都會很窄很細 而令到 香港其實沒有什麼 一個再有新聞自由的這件事 是 吻滅了 我們最基本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等的價值 你會覺得是 必然的了 你的傳媒機構 其實從來都不會嫌多的 大家只會嫌少 特別是一個 蘋果的報道這麼大的一個 有間公司 一個 在香港我算是一個最巨型的媒體 你整間都沒有了 我都聽到在香港 有不同的行家在過去幾天裡面 都有一種的唏噓就是 以後出去採訪 再見不到蘋果的行家了 笑了蘋果的行家的提問 那是一個人的提問 所以為什麼在19年之後 很多新興媒體的出現 個人媒體的出現 大家經常都 政府也好 或者一些官員也好 建制派好 經常都質疑 有沒有那麼多記者啊 作為韓國的人 作為一個全民工作者 就只會說 記者從來都不會嫌多的 最好越多越好 所以損失是一定的了 剛才正如我所說 那個損失同時 一定必然意味著香港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的空間 而進入一個可能更差 或者一定比之前更差的地步 所以 因為未來的路是難走的 你說 就算沒有了蘋果也好 香港其實都是很團結的 就是看到最後一天 蘋果的時候 很多數以千萬 幾萬人 就是買了蘋果發行的 100萬份的報章 又或者去到蘋果 就是不想要一些盆栽 就是想找人去領養 就是想要一些盆栽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人在一傳媒大廈之外 是排在牆上 是想營購 就是拿那些盆栽回去領養 也是想延續下去 所以我會說 蘋果日報的種子已經民生在每一個香港人之內 就是沒有了我們香港人的心態去爭取民主自由 而想問Anson 你的同行家 未來打算對於未來有什麼看法 自己個人或者是同行之間 有什麼對於未來的憧憬 之後可能會怎樣去做呢? 很老實的事情仍然是 因為發生得太快 我到達到受訪的這一刻 我仍然是沉澱著 沉澱著是包括讓自己 從之前那個 那個一式過山車的旅程裡面 先休息以至到再想 但是初衷沒有變的 我期待自己將來繼續可以擁有著傳媒工作者這個身份 直接說上去我想繼續做記者的 但是我想繼續做記者也是一件輕易的事來的 包括失去了一個這麼大的傳媒 這個市場必然消化不了我們這一批 現在失業的人口 而我們在這個地方工作過 可能會帶著一些標籤 我們會被視為知有一定的政治取態 以至到可能在香港現在的傳媒業裡面 都有幾大比例的傳媒機構 應該都不太希望去接收的 甚至乎都不需要考慮 我們在這個地方工作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過蘋果 或者做過傳媒的人 我們都未必會願意做那種傳媒的工作 所以 的選擇是不會是想像中那麼多的 甚至乎想像出來的機會可能是很少的 但是就正如我剛才說的 路雖然是難走的 但是 和香港人爭取一些的 學生的價值 民主自由等等 所擁抱的信念其實是一樣的 雖然是難的 但是 就想一些方法去做 所以這個就要一些空間去沉煉 我估計我不少同事 都可能都有這些想法在裡面 想繼續做記者 但是實在是怎麼樣 還不知道可以怎麼想 另外一方面 我看到有很多他們的能力 可能是開運公司 有些資料工作的崗位 職位 其實都馬上分享給我們一些前同事 我們都是一些群組的 裡面去給大家知道 你告訴大家 你是《前蘋果日報》的員工 可能就知道 都很樂意去聘請我們 但是 另一方面都有一種的 稀虛和心傷的 就是很多這些工作 其實都不是傳媒的工作 可能是 在餐廳裡面做 在鑽廊裡做 在鑽廊裡做 工程 就是你想像到的工作 都見過了 那一方面感謝大家 非常有心 另一方面就是覺得 就是 你可能都要接受 可能有些身邊的同事 甚至乎包含自己 就算可能很想繼續做記者 但是 這個希望 最終未必真的可以實現到 或者繼續維持到 Anson 我想 可能很多海外的香港人 都有同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海外的 屬於香港人的媒體 或者是中文媒體 其實都有 我們都覺得是有一定的空間的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遇到很多困難了 我覺得香港的行家 或者你們蘋果的行家 我想可以用變化萬千的方法 都可以提供現在我們缺失了一個 蘋果日報的一塊 我想 無論加拿大、英國、美國、澳洲 他們失去了 我可以代表他們的心聲 失去了《蘋果日報》 他們就好像很失落 因為很多人可能每一天 都很習慣地去看《蘋果日報》的新聞 雖然我們遠離了、離開了香港 但是我們都在關心香港的動態 現在就好像沒有了這樣 我想你們應該好好去考慮一下 這個方面 怎麼樣可以滿足到海外讀者的 可能一些需求 我完全明白 都理解 剛剛你這樣說 都立刻刺激我想 有更多一些可以發生的事情 但是腦子真的不容易 那個困難是很大 甚至乎很老實 在當下我接受大家的訪問 都要考慮風險的 所以要變聲和不見樣子 那個原因就是 那個就是我們不知道 評估不到的風險 你不可以當它不存在 那我們繼續嘗試和外國連結 是不可能斷絕的事 但是會不會這個行為 但是本身又帶來更多的風險 是 還有一些方法 套用 套用好像《聖經》裡面的一句說話 就是 怎麼要靈巧將射去做 就是真的要Be Water 也要Be Smart 是的 但是多謝你的提醒 我相信 這個都是我之前沒有特別去思考過的事情 就是 《蘋果日報》或者我們 過去在香港的存在 它不僅僅是和香港人同行的那麼簡單 其實都是連結著這個國際 而這個連結國際 政策也是和香港人又有關係 因為香港其實就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我們也是和國際有很多的聯繫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的提醒和提議 是的 Anson 我們希望你們 《蘋果日報》的同事 現在全部的同事全部都要平安 大家要有保守 就是 認為著一個信心的向前走 我們都是 作為海外的香港人 我們都是很期待有一天 我們可以看回《蘋果日報》的再出現 我最有感動的畫面是 見到一幫香港市民 在《蘋果日報》門外講 後會有期的 嗯 我最期待多些就是 希望有一天不單止 《蘋果日報》可以再出現 後會有期的 我相信如果到了那一天 我們就不是這樣相見的了 你們都應該會回來 你們都應該會回來 我們有些相見了 是嗎? 我們多謝Anson 這次你上我們的節目 說得到他們的感受 希望我們 將來還有機會跟你聊天 好 期待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我們會揭盡所能 相互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二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嫂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利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tse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紳士科世瓦省 Elene Joan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7月1日澳洲因為疫情關係 大部份的州都處於封城狀態 只有物業本居行活動 今次活動的主題是 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日 以中共建黨百年 遺害人間百年為主題 同時 7月1日對香港人來說 亦是一個重要日子 這個日子 是香港落入中共魔爪淪陷24周年的日子 這個日子 是2019年我們攻佔立法會 人民重奪立法機關的日子 這個日子 亦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日子 今次活動有很多社區代表參加 聯邦議員 Janet Rice 亦會上發表講話 我認識 在世界上我們能夠達到善良的事 我們能夠繼續相信在人們的善良 而破壞這些傢伙 現場曾經有小粉紅來騷擾 後來警方派出人員將他驅趕離開 活動到了尾聲 現場的測單者戴備蘋果 大家一起在地上砌一個大蘋果 我們都期望 他日可以在香港重建新聞自由 剛才就是關於7月1日在墨爾本集會的情況 其實7月1日對很多人來說 尤其是香港人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很幸運的是你們墨爾本 是唯一一個沒有封鎖的澳洲城市 其他西尼、布斯坦、埃德里、Perv 都好像封鎖了 所以都未必交了集會 7月1日是一個挺傷心的日子 因為第一是香港淪陷24年 已經在97年之後 7月1日香港都是交給中共的政權 都是淪陷的日子 而7月1日也是我們香港人攻佔立法會的兩週年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我會說是因為是非常之具代表性 是終於是香港人重奪 我們立法會的主權的日子 而7月1日也是建黨100週年 這也是一個非常之需要去悼念的日子 就是他們成立了100週年 都代表了這麼多個民族 包括香港人在內的民族 是生活在一個水深火熱 是受壓迫之下的日子的100年 所以我會說這個日子是非常之重要 也是需要去警醒自己和世人 我們下一代究竟有多麼需要去 去銘記這段的歷史 其實7月1日也是國安法實施一週年 這一天其實自從去年實施了國安法之後 被捕的人再被捕的人超過1000人 以國安法的名義 被拘捕的人也超過100人 在這個國安法之下 我們看到整個香港的改變 尤其最近這幾天的傳媒環境是急速惡化的 佐倫 沒錯 我們看到香港很多傳媒 就是蘋果已經在一個星期之內 連傳媒和其他做網媒都要被迫去結束營業 其實都很痛心看到這樣的情況 在之前看上去香港電台 很多節目都不能再做下去了 我自己從小都是看香港電台大的 例如《頭條新聞》 《議事論事》 《城市論壇》 《左右紅藍綠》 其實都是這些節目才能喚醒到我有個人想法等等 所以都是很重要去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公民意識 這些核心的價值 人權 自由 法治等等這些重要的價值觀 所以會說失去了香港電台 失去了傳媒《蘋果一報》 會是說香港一大的損失 因為這個是代表了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新聞自由 已經沒有了一個機會去監察政府的施政 沒有機會再讓我們下一代可以有一些 我們會說是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而且不僅這個傳媒 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天都有大量的 有些團體是解散的 包括這個新聞主同盟 彭林覺醒 也都是在很急很短的時間裏面宣佈解散 也有很多譬如政治漫畫家的page 就關閉專頁 其實香港那個言論空間已經是全面收窄了 我們看到那個低氣壓是很嚴重的 我想現在身為在香港是很辛苦的 在每一天的機場我們看到 一批一批香港人一家大小地離開 現在最近香港政府又以疫情關係 就不讓英國飛機飛來香港去 飛來香港禁止英國的客機來 幸好的就是英航仍然是宣佈會 繼續空機來香港接香港人走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看這個情況就是 未來的日子是會越來越差的 就是看到最近新聞就是 連在家裡 自己家裡貼一些貼紙 就是支持香港 光復香港的貼紙 都可以被人抓 被國安上門去拘捕的時候 我想 唯有這個做法就是 可能就是轉移到海外 就是看到他們壓迫越大 但是我們不會去低頭的 但是在香港做到的事情 可能很有限 所以唯有一個出路 可能就是 繼續在海外 可能是發展回香港的傳媒 可能是轉移陣地去 繼續去壯大 我們海外的香港人的兄弟 尤其是沒有了《蘋果日報》 那麼這個建制派KOL 可以看到些什麼呢 是不是 建制派KOL 梁先生 他都需要去 有這些報章去看的 所以我們都需要 可能是在海外 做回一份 類似《蘋果日報》這樣的報章 去繼續關注香港的新聞 而又不會 令到自己是 處於一個很危險的地步 所有傳媒的從業員 我想都要用一些 很創新的方法 或者要怎樣去 保護自己安全的方法 去繼續他們的專業工作 去報導香港的真相 其實中共這樣做 唯一的原因就是 它禁了香港的禁聲 在香港禁聲 也都避免有任何的示威 各樣的畫面在街頭出現 其實就是當香港的聲音 變得越來越單一的時候 外國可以拿到的報導材料 也會越來越少 對他們的一些 他不喜歡的報導 也都會相對減少的 我覺得他們背後的原因都是一樣 不過我覺得 無論我們在海外做什麼 我們首要的條件都要考慮 仍然留在香港人的安全 特別是一些重視傳媒行業的朋友 沒錯 我們看到大紀元 看中國 其實都是在海外的傳媒機構 都是一直關注在國內人權的狀況等等 其實香港都可能需要去做到這個地步 因為現在受到壓迫是這麼高 這麼多的時候 而唯一做到的我們可能就是 鞏固我們已有的資源 就是香港人都可以很團結去做 繼續去維繫下去這些 一向有的新聞的傳媒 但是都要確保自己人生是安全的 如果不是有什麼意欲都未必可以繼續維繫下去 都會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沒錯 今天就差不多時間了 原本這一集 我們上個星期宣傳了一個 會是建築師的訪問 我們將他的訪問推遲在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大家見面 為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以供選擇 為慶祝17周年 現在提供200套輪圈套裝 以特價優惠同路人 發短信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或者WhatsApp都可以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學教室的Ted 擁有超過13年的簽證審批經驗 如果你對移民加拿大的資訊 又或者最新政策有任何的移民 都很歡迎來到我們的website 又或者直接電郵給我 把握時機 下個成功移民的可能就是你 每一刻還有支持 無分地畫我和明天一起每天 齊盼望和寂寞分享這信念 無論熱地或隔座 總可再見面 葵同著決意的理想奔向飛遲 心一起同行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萬世都不斗 榮光民主同行 Spirit of all God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不孤單一人齊抵抗暴雨